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二十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美国媒体Politico的报道 法国方面将在二月二十二日举办印太论坛 将有欧盟各国和印太区域三十国外长参会 而根据来自Politico的报道 最新的邀请名单中唯独缺了中国 论坛的议题之一则是如何抗衡中国扩张 根据来自Politico所披露的最新名单 除了日本印度韩国等印太重要国家之外 还有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印太岛国 其中独不见中国这个区域大国 而同时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整理报道 这一场论坛在全球门户计划下将聚焦安全防御 互联网挑战全球议题等多个方面 所谓全球门户被认为是欧盟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 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表示 推动中欧协议是自己任期的重要优先事项 但是马克龙同时敦促欧盟展开印太战略 抗衡中国在区域的野心势力 来自中央社的评论认为 法国总统马克龙给中国的信息时冷时热难以捉摸 根据来自Politico报道 法国近年来积极联系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国家 不管是孟加拉斯里兰卡及布提等都在这一份邀请名单上 而内部的简报则表示 这一些国家被邀请是因为面临甚至深陷中国所谓债务陷阱 来自Politico的分析认为 这一次会议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南海问题 除了军政府掌权的缅甸之外 东南亚国家协会的成员国也全部受到邀请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协会联盟与中国磋商南海行为准则 法国近日也通过外交方式重申对于印太议题的重视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整理报道 在刚刚过去二十日法日外交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中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同时表示要确保南海行为准则符合联合国海洋公约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CNN的报道 根据CNN视频报道 拜登总统在今天下午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会议 当时拜登总统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乎是肯定的 甚至表示基辅可能会被洗劫甚至占领 希望乌克兰准备迎接冲击 而在电话中泽伦斯基表示并不同意 认为危险仍然模棱两可 并表达希望拜登总统淡化言辞 根据CNN所了解到的外交方面的情报 这一次通话进行的并不顺利 两方未能达持根本性共识 而同时根据来自CNN的报道 在周四早些时候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务卿布林肯通了电话 当时北京方面表示 希望各方冷静 不要做激化紧张局势和炒作危机的事情 根据国务院通报 布林肯强调应减少紧张局势 并警告说俄罗斯的任何侵略行为都会带来安全和经济风险 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努兰德表示 美国向北京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 呼吁北京利用对莫斯科的影响力杠杆来敦促外交 如果乌克兰发生冲突 对中国也不会有好处 努兰德在国务院例行发布会上对记者说 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特别是能源领域 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则表示 借奥运会时机促进和平团结合作 以及全人类的其他共同价值观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近几个月来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 要求北约从东欧撤军撤武器 禁止乌克兰加入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 北约盟国对此表示拒绝 但是表示准备讨论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的措施 有分析认为 虽然中国不会对奥运前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感到高兴 但是王毅选择捍卫俄罗斯的合法关键利益 这当然是北京方面的说法 而不是向布林肯提供任何支持 也有分析认为 对于美国及盟国向俄罗斯施加代价的任何企图 北京都可以充当一个破坏者的角色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实证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心社题为中共反腐实践早已击碎退休及安全等一系列违规律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如此密集打虎 其中可以看出多重信号 文章特别说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实践早已击碎退休及安全等一系列违规律 有评论说退休官员没有法外豁免特权 对于在任官员将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中心社的文章特别表示 今年的反腐重点是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 在浙江省委员常委杭州市委员书记周江勇的违法违纪事实中 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十分醒目 权力与资本勾连是升级版的权钱交易 文章特别说十九届中纪委六次全会公报 就提出斩断权力资本勾连纽带 涉及资本扩张新阶段平台企业发展壮大的新业态 文章继续说权力与资本勾连是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巨大隐患 针对这样的腐败动向 不仅要提升官员企业家的个人觉悟 更要理顺体制 进一步健全市场经济规则秩序等 同时文章还说 家族式腐败是世界各国腐败治理中的共同顽疾 要严厉查处形成震慑 也要强化监督加强教育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铲除家族腐败滋长的土壤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台湾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在今天参加了宏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 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同坐第一排 两人进行了简短的寒暄致议 这是台美副元首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出现自然互动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赖清德下榻酒店距离国家体育场不到十分钟 台湾特使团在当地时间上午十点四十分进场 而赖清德向观众挥手致意 同时拍胸口致谢宋飞吻 这是入乡随俗展现拉丁美洲民俗的举动 而在就职典礼前可以看到副总统贺锦丽在赖清德左侧 中间还有哥斯达利加的总统和西班牙国王 稍早前他发推表示我国与宏都拉斯关系很重要 他表示稍晚将和新总统进行会谈讨论深化多项议题上彼此合作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人事变动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在此前政治局就实现探达封目标集体学习时 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中七常委有赵乐际缺席 而同时星岛日报注意到 后排列席的中央部委高层出现了新面孔科技部副部长张宇东 同时也可看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 中央裁办厂务副主任韩文秀 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等 按照惯例中央部委由一把手列席活动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没有参加 而由身兼民进中央副主席的张宇东代替 青岛日报发问 联系到王志刚将在今年十一月连满六十五岁卸任 是不是科技部又出了一位民主党派部长呢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张宇东本身是工学博士光学专家 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院长 二零零八年担任四川政协副主席 去年进京有十四年的副部级资历 是科技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 而同时青岛日报分析认为张宇东还有两大优势 首先他是福建敏侯人 可以说是根正苗红 二零零三年加入共产党 文章分析认为张宇东担任副主席的民进党 也是八大民主党派之一 为了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安排一位参政党领导人担任内阁成员 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中国体系内向张宇东这一类人士叫做交叉党员 值得关注 这一类人士叫做交叉党员 我告诉你这个 我完全是准备的 这一年 我认为中美国的军事 中美国的军事 中美国的军事 我们真的想要做这些 我们很期待的 中美国的军事 我认为高兴 中美国的军事 有点美国的军事 好 有点美国的军事 有点美国的军事 我认为你不认为你 大家有点感谢 我认为你自己的说对 我认为你们可以说 你不想说 I feel very safe going to Beijing just because I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and a lot of staff members who are wanting to keep who's wanting to keep everyone safe. It's literally perfect like everything is so perfect right now and I'm really just going to like experience it and not like focus on the negative if there are any negatives you know and I'm just gonna really remember this because this is so amazing and honestly like I feel like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like yeah it's gonna be it's gonna be great. It's just so inspiring and exciting at the same time I mean this is incredible literally living a dream right now so. W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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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door is shut. Here you go!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千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我们下次再会 们下期再见